就是很多動作 譬如說他很性感 可是他做的都比我還要對位 真的 那我們要看 兩位都是很會唱的喔 其實從第一段蒨時進來我就覺得 蒨時的聲音聽起來很好 但因為這首歌本來在寫的時候 我覺得本來就是以女聲為主的一個歌 順子的聲音在原唱裡面就很強勢 但是到了威良的部分 因為阿Ben唱這個歌的時候 其實Key有一點點低 但是因為威良的低音很好 所以其實在第一個組歌接到威良的部分的時候 其實有很好的平衡 可以懂得我的人 卻越來越難遇到 但是我覺得很可惜的是 在合唱的部分 兩個人都... 因為合唱有一個很重要是情歌的合唱 你要各自給各自的空間 尤其是齊唱的部分 你們兩個都一樣大的話 其實會抵消掉 就沒有那個... 好聽的那個空間在裡面 其實在演唱情歌對唱的時候 你們要注意到這一點 第二組 兩位其實是非常夢幻的組合喔 其實我覺得整...整體唱的其實並沒有什麼問題 兩個人都唱得恰如其分 但是表演上我也覺得其實是滿有一些問題 因為你們的整個形象跟這首歌感覺都很夢幻 但是因為你們一旦表演超過那個... 那個尺度之後就會覺得... 怪怪的 我說真的 羅平在台上很像一個邪惡的壞格格 而且我從頭到尾 因為你們表演其實真的是太超過了 我其實因為你們的表演其實有扣一點分數 而且太多動作了 太多設計好的那些東西 反而破壞了那個浪漫 會感覺更濃情蜜意嗎 不會耶 我其實現在有點不舒服 我真的有點不舒服 因為它其實有點破壞了那個浪漫唯美 夢幻的那個氣氛 其實滿可惜的 那我在玩 欸你們只是唱那個愛情的韓式歌而已 這條歌跟不需要 真的演出還滿有趣的 因為其實兩個人在台上 因為... 以凡要唱萬方的 因為他的... 他很有個人的那個發聲的位置 跟個人的唱腔的特色 然後廣論要唱五百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其實你們都各自有去設計自己的唱法 唱腔的那個唱法 所以我覺得其實整個還滿有樣子的 然後表演上其實我覺得就有... 有兼顧一種 因為一開始是比較純愛的 但後來還是會有在肩奏 或是後面的部分比較有一些娛樂的部分 可是整體不會讓我覺得很奇怪 或者是... 就是它是一個比較生動的 也還滿有氣氛的演出 雖然有一些... Vocal的部分其實都有一些問題在 但是我覺得整體的表演還算滿有趣的 所以愛情的感覺 謝謝 我們要歡迎 雙城記 珊妮老師KIMI 新作嗎 對 我們兩個合作的一個單曲 哇 兩個聽說... 兩個都姓陳嗎 對 雙城記 雙城記 新的單曲 對,已經... 剛剛發生了啦 鬼打牆嗎 鬼打牆 我們兩個做一樣的造型啊 我們兩個做一樣的造型啊 一樣的造型 對... 連身材都很像耶 也是 像你,像我啦 開不開心,你要想一下 你這輩子是那種公主組的 最愛珊妮公主 公主的音樂 給了我很多表演上的靈感 還有演...就是演唱上的靈感 很多 但終於圓夢了 可以跟老師一起合唱出一批感想呢 興奮 好冷靜的興奮 對 其實KIMI給了我滿多靈感寫這個歌的 因為其實這個歌 其實是一個關於熱情跟實踐的一首歌 所以我們做這個歌 其實也送給所有在後面 在那邊所有的選手們 希望他們往自己的理想邁進 還是要拿出熱情 對 好不好,往前邁進 好,我們來欣賞 真的從超舞台出來 有很好成績的KIMI 跟珊妮老師合唱雙成績 掌聲鼓勵 超級偶像第二屆選手陳怡文 獨特的演唱風格 與用盡全力的表演方式 唱出了自己對於音樂的熱愛 讓所有人印象深刻 也因此激發了珊妮老師的創作靈感 很喜歡你的音色 還有你唱歌的方式真的很特別 我相信在百萬的裡面 都不見得有一個 我就是怎麼聽陳怡文唱歌 我就怎麼聽就覺得很舒服 用歌聲圓夢的怡文 在最後融獲了第六名的佳績 KIMI在唱我 一直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 不管是你的聲音 或是你的性格 你這麼特別 你也給了老師很多音樂上的靈感 繼續加油 今天怡文帶著與珊妮老師 合作的最新單曲 重新回到超偶的舞台 要讓大家知道 他對音樂的熱情永不停止 這是最好的喜愛 這是最壞的喜愛 這不是我們做的好的夢 這是最好的喜愛 這是最壞的喜愛 這是最壞的喜愛 這是最好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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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我們做得起的夢 我們做得起的夢 出現 要求要 割的風伍 要求要 剩的風伍 要求要 割的風伍 要求要 割的風伍 要求要 剩的風伍 蠻受人關注的製作人 然後他有很多政治左鍵 並不是只是說在音樂的創作上面 他有很多的態度 還有精神是值得我們年輕人學習的 你現在講話文粥粥耶 真的嗎 不好意思 文弄大家很... 沒有... 代表他們都在成長 國文老師要講一下KIMI的表現啊 其實我覺得替KIMI高興 因為你可以跟SANNY老師一起玩 而且雙神祭非常有趣 這是最好的時代 這是會愛的時代 迪更斯的雙成祭 就是這樣開始的嘛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一個影域 然後非常好的一個起勢 我覺得滿好... 滿特別的一個音樂 很棒 好,請大家多多支持好不好 恭喜圓夢 恭喜加油 好不好,謝謝兩位,謝謝 謝謝老師,謝謝KIMI 我不想離開 我還想唱 好,謝謝 我的想法其實跟樂人老師蠻接近的 我的想法其實跟樂人老師蠻接近的 它是一個很典雅、含蓄的一個詞 但是它有一些很濃烈 你可以去思考的一個... 一個...一個詞的意境 然後還有你可以表達的情感的空間 它其實可以表達的氛圍是很大的 潘元寅當然唱得非常好 但是我覺得你完全沒有想好 你要怎麼樣去唱 甚至你沒有好好的去消化這個詞曲 所以我覺得... 對我來說 你今天表現是蠻不好的 謝謝老師 那...我覺得它今天的表現 並沒有讓我失望 它今天一上台就很可愛 而且在台上的台風 整個氣氛都掌握得非常好 這個是...這首歌非常重要的部分 中文的部分唱得非常好 都沒有什麼問題 英文的部分反而有一些問題 忘詞啊 然後有一些...節奏感有一些跑掉 是蠻可惜的 但是整體我覺得你已經找到自己的一種唱法 然後在台上的台風都很自然很自在 而且很...很性感 我覺得有一種新潮的小歌女 新潮小歌女 自己有走出一個自己的樣子出來 所以我覺得很好 謝謝 你今天在台上的台風表現 但是...音準上面有一些問題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盧廣仲這首歌的最重要的梗 就是那個對呀對呀 但是那個部分你通通都沒有唱好 今天你唱得超過... 是 森妮老師有演唱會了 對 因為剛剛在唱的時候被KIMI影響 所以我忘了講 5月15號在西門河岸 就是俗稱的大河岸 會有雙城祭之浪很大演唱會 然後KIMI也會在現場演出 那晚上八點半在西門河岸 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給支持新的專輯 雙城祭 謝謝 好,那接下來 謝謝 有謝謝偶像大演員江美琪老師 謝謝老師 老師...